今次和大家示範一下海鹽焦糖醬 做法很簡單 準備一個鍋子 把40g的水加在120g的砂糖 然後燙均勻 我們就可以用中火煮4-6分鐘 同一時間我們可以用另一個鍋子 把150g的淡忌廉用小火煮至出煙 有些微溫我們就可以關火備用 看看糖水 當泡泡由淡黃色變成苦泡色 就可以把剛才有微溫的淡忌廉把它倒進去 小心滾 然後加適量海鹽 大概4-6g 視乎你喜歡的鹹度 然後用可受熱的蛋糕刮 攪拌均勻 之後就可以關火 現在的海鹽焦糖醬就完成了 等下的泡沫就會消失 這個醬很幼滑 然後我們放涼後 就可以把它倒入玻璃瓶補存 室溫可以放兩至三星期 這個海鹽焦糖醬是不是很快很容易呢 材料還很簡單 我們可以用它來沖咖啡 茶麵包 或者點甜品都一樣好吃 大家趕快試試做吧 多謝你的收看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會不斷有不同種類的食口和大家分享